是食物者为俊杰 哈喽大家好我是志祺 你是爱喝酒的人吗 你喝酒通常是为了享受品酒的乐趣 还是为了和家人朋友 或者是你的重要他人一起制造快乐的时光呢 根据饲料公司CGA的最新数据显示 Z世代的酒精消费量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减少当中 难道年轻人不在流行喝酒了吗 对酒精业者来说 这会是一个需要担心的消息吗 减少酒精社区一度被认为 只是年轻的消费者倾向要适度饮酒的一个健康趋势 但如今这个趋势已经被广泛的认为 是这整个世代整体生活方式的选择了 这一种饮酒行为和消费习惯的转变 引起了全球葡萄酒和烈酒产业对于未来酒精市场的顾虑 虽然业者先前认为世代只是转向急饮鸡尾酒 也就是RTD 或者是酒精苏打水的这种传统酒精的替代品 但是呢 OPUS的最新数据显示出 英国Z世代消费者的整体酒精摄取量已经显著的减少了 在达到合法的饮酒年龄并且低于24岁的年轻人当中 有30%的人表示自己喝的比前一年更少 然后有13%的人则是已经完全放弃喝酒了 为什么年轻人的酒会越喝越少呢? 以调查结果来看 健康是主要的考量 74%的人表示他们在追求了一种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这种对健康的重视不仅仅是避免喝酒而已 还反映出更广泛的文化转变 这种文化趋向要追求一种全人身心的健康 当年轻的消费者越来越重视心理和身体的健康 这种优先顺微的改变 也就会随之影响到他们在酒吧的选择 那另外社群媒体上推广五酒精生活风潮的兴起 也强化不喝酒的趋势 Instagram啊或者是TikTok这些社群平台上面充斥着 对于一种更干净的 更五酒精的生活方式的倡议 这些平台的推广不但会反映出消费者在当前的偏好 也会去驱动这些偏好的成型和巩固 并且越滚越大 那年轻世代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呢? 近来在欧美社会兴起了一股清醒好奇者运动 原文是Sober Curious Movement 这并不是那一种昙花一现的社群媒体挑战 或者是短正的潮流而已哦 而是不同世代开始重新思考酒精的饮用方式 和酒跟人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行为转变 在这个运动之下 人们会变得更加注意自己对酒精的摄取 然后会重新审视酒精在自己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并且在探索当中和喝酒这件事情 尝试去建立一个更健康的关系 换句话说呢 清醒好奇者运动 不会以完全的戒酒为终极目的 而是强调个人的选择和探索 对于清醒的这个状态 保持开放和好奇心 就像有些人会说自己是Bi Curious 与其急着去定义出自己到底是 一性恋双性恋还是同性恋 希望可以做出充分的探索 再做出决定和自我认同 那Sober Curious的概念也是差不多的 比起靠着严格的规范去形成 能不能喝酒或者是要喝多少酒的约束 这个运动更在于对酒精产生的身心影响 保持觉察 反思自己为什么要喝酒 什么时候会喝酒 以及怎么喝酒 并且基于健康的考量做出 更明智而且负责任的饮酒决策 可以说是理性饮酒概念的一种体现 那根据2020年Jama Pediatrics的一项研究 从2002到18年 美国18到22岁的大学生当中 表示自己不喝酒的比例 从20%上升到了28% 同样的呢 Google趋势数据也显示出市场 正在逐渐适应这种新的需求 2022年美国搜寻五酒精饮品 和五酒精啤酒的次数有显著的增加 那另外借酒这个词也已经在热门搜寻趋势的 当中保持多年的地位了 表示减少喝酒的群体正在积极的寻找替代的饮料 尽管酒精的生产者可能并不乐见这个改变 但是低酒精和五酒精 也就是low and no的这个趋势 也并不是一个颠覆性的 不可逆的行为转变 目前看来也不会完全取代酒精饮料 大约60%的Z世代 每个礼拜还是会去酒吧和餐酒馆 从数据上来看 年轻消费者在酒吧当中选择 五酒精饮料的比例也只有增加6% 所以酒精饮料仍然是占了主流的消费 但是呢有鉴于这样的趋势改变 饮料业者也应该可以从中洞察先机 并且去着手开发五酒精的产品 以符合消费者新的健康的需求 这可能也会是未来年轻饮酒群体的需求 走向极端化发展的一个预兆 CGA的客户总监就认为说 随着适度饮酒成为一个关键的趋势 对年轻消费者来说 尤其更是这个状况 提供吸引人高品质并且购健康的五酒精饮料 在未来市场当中就非常重要 供应商如果可以去适应 并且掌握市场偏好变化 就能够在饮料消费的新时代当中蓬勃的发展 你认为五酒精饮料的市场 未来会有怎么样的发展呢 对于减少酒精摄取 但依然有社交需求的年轻世代行为转变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留言和我们分享 那今天这一集的内容差不多就到这边 我是志祺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事实物者为俊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